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下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号发表声明 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对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 实施限制的倡议 潘基文也呼吁所有的国家在限制温室气体方面 做出更大的努力 另一方面 美国知名管理资讯公司科尔尼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正在提升 与此同时 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市场吸引外资的魅力则在下降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健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让我们下关注下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政府周一公布新的减碳计划 计划要在2030年将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2005年为基础减少30% 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 这项计划有助于增加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 并促使中国等国共同就气候变迁采取行动 立抗气候变迁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优先政策 但这个计划仍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 认为将推高电价并拖累美国的经济 当天白宫发言人卡尼提出反驳 认为这个提出的规定一旦实施 随着时间的增加将创造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 这些工作机会很明显会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而在过去几年也的确出现了增长 经济方面消息 据报道 谷歌在过去四年中一直在研发自行驾驶的汽车 目前谷歌已经开始生产100辆实验电动车 并取消了汽车中所有常规的操控设备 司机能控制的只有一个紧急制动按钮 用来发生意外时来停车 报道称这款只有两个座位的汽车 看起来有点像移除了方向盘油门刹车和变速感的小型汽车 这款汽车可以用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照来 接到乘客后就会自动行驶到智能手机应用里选定的目的地 无需任何人为干预 谷歌不愿透露是打算进军汽车制造业还是只想向汽车制造商提供技术 但是该公司表示有很大的可能性说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司机的汽车上路 一项可能的用途是无人司机出租车 健康方面消息 对于病人的术后疼痛感的轻重性别发挥着一定性的作用 一份为期十年长的奥地利联邦研究机构 调查了1万人在手术第一天的疼痛症状和麻醉痛苦 在这1万人的数据中42%是男性 58%为女性 调查显示27%的男性在大型手术后更有可能有很强的疼痛感 然而有34%的女性仅在小手术后就有很强的疼痛感 例如组织切片检查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性别差异有可能是一个手术后影响疼痛感强烈与否的因素 专家认为两性在疼痛反应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天生的结果 比如刚出生几个小时的男婴和女婴 对于疼痛的反应就已经表现出来差异性 而且女性一生中疼痛的部位要比男性广 遭受疼痛的频率也更高 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吹风飞 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我刚从Brize换成iTalk BB了 怎么样 说个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4块9毛9起 坐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 18774825522查询优惠详情 福特国商日特卖活动延长中 Fusion Escape继续大优惠 享有额外1000元的换车协助现金 现在租赁Fusion或Escape 每月只需159元 没错 只需159元 任选一辆最棒的福特汽车 为了迎接夏天的来临 我们要您用旧车换新车 并享有一千元的换车协助现金 这是拥有一辆全新福特Fusion 或Escape的绝佳时机 优惠至星期一截止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根据日前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所公布的一项研究 美国车祸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害 每年达到庞大的8710亿美元 该研究列举了造成着巨大损失的几项行为因素 包括酒后驾车 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行为 该研究检视了造成2010年32,990人死亡 390万人受伤及2400万辆车损毁的轿车和卡车事故 在所有的标示金额中 2770亿元可归因于经济成本 等于该年居住在美国的人平均每人平均分摊将近900元 丧失生命的危害因为受伤而承受的痛苦 以及生活质量的下降合计为5940亿美元 交通部长福克斯表示 今天的报告清楚地表明 用来降低这些悲惨事件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的安全投资 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 连接纽约市史台登岛和布鲁伦的维拉扎诺大桥 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悬索桥 高耸的架子在纽约市大多数地方都能看到 被视作纽约乃至美国的著名地标 但这一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雄伟工程 却因即将被烙赏中国制造而引发了渲染大波 建成于1964年的维拉扎诺大桥作为交通要道 日渐难以承受繁忙的车流负重 使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决定耗资2亿3570万元进行翻新 翻新的工程最重要的部分 便是将原混凝土结构上层桥面换成钢板 去年2月大都会运输署宣布桥面翻新工程 由中国央企中铁山桥集团得标 大桥将采用由中国国营的安山钢铁集团公司 生产的15000吨钢材 一起来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加拿大公园和野生环境协会 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全世界10个灵水面积最大的国家中 加拿大的水上自然保护区的比例最差 名列倒数第一 一个国家的灵水包括内陆、河湖、内海、 领海和经济水域 在灵水面积最大的10个国家中 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做得最好 受保护区域达到了33.2% 加拿大排名最后仅有1.3% 加拿大公园与野生环境协会的海洋项目负责人 萨宾娜表示 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海洋保护缺乏公众的支持 而是因为长久以来这个问题被政府忽视 加拿大的濱临动物名单上有11种鲸鱼和6种其他海洋动物 保护水域的迫切性可见一斑 又到了距禁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沃仁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二的CIX距禁华尔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股市来看的话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 但是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周五和本周一的 接受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预报的采访的一个记录片段 在这个两个节目当中 简主持人和另外一个美女主持人 都问了我相关的一个问题 认为这个美股是不是依然会保持一个上升的态势 我个人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因为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年终大选当中 期中大选就是半年 四年的一期 两年就是进入一个半成的总统选举当中的 这个期中 六月份的表现 整个的股市都是非常的不好 总体特别是六月 整个跌幅接近0.1% 0.01% 这是从1945年到2014年的一个统计资料 所以我认为六月份还得优着点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的一个视频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简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先生我们看到现在投资者把坏消息当好消息来看 那么美国的经济前景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预期的这么乐观 还有近期我们看到欧洲或者是亚洲股市都出现了高位回吐的这种压力 这个会不会对美股也产生一些影响 好的 昨天就是我们可以看到GDP数据是出现了下滑 应该这个数据不是很好 但是由于市场说由于天气的关系 所以这个数据可能在第三季度可能会转好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标普在突破1900点以后走得非常不错 纳斯达克也出现了一个突破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苹果电脑这个股票 由于在6月9号即将分股 一股才成七股 而且非常可能在拆股之后 由于它市值那么大 非常可能入围这个道琼指数30的组成股之一 所以市场这个很多领头股来讲的话都非常的不错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中国的一些IPO 京东还有这个唯品会 还有这个JIME 这个这类新的IPO都是走得非常的不错 也显示出今方面的一个非常充沛的一个现象 那么从图形上来看的话 虽然我个人对后市依然表示出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但是不得不看从图形上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图形走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703块 应该是这个苹果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高点 那么在这个不到这个点位之前 我觉得市场也没有理由呢 没有太多的理由呢出现回落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从图形上来看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的市场走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短期还没有出现反转的一个信号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美股持续散好 道指以及标普上个星期五是以历史新高作收 稍后美国五月份的制造业数据也将出炉 马上连线上海的中文投资网CEO王维先生 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是普遍的理想 传统的五月卖股立场 现象并没有在美股的市场上上演 进入六月份您觉得可以继续看好吗 我相信就是因为今年是奥巴马总统 两年期总统的就是我们应该说是 四年总统大选中的集中的半成 半成总统大选当中呢 我们的根据过去的历史 六月份到八月份这段时间呢 是非常表现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在 虽然我们在五月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谓的sell in way walk away 就是在五月卖出 然后离场的话 这个传统的格局并没有出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标普也是重处历史新高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得小心 就是今年正好是奥巴马总统 这个四年全期当中的总统 半成已经过去 而且就是不过刚才我讲过 另一个时候去统计 这个股市在六月到八月可能会不是很妙 所以从现在的走势来看 我还没有看出任何的反转的一个 就是反转向下的一种可能 但是我依然提醒投资人要谨慎 而且我们觉得就是说 关注一些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些个股 可能是会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苹果和一些比如说 最近涌现的天然气的LNG 这类比较大盘的一些个股 可能会是我们投资人在六月份 刚刚开始的第一个交易的 一个非常好的交易策略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关卓然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